这个注册制在本月底有可能通过法律障碍 因为本月底有一次12届的全国人大会议第18次会议 可能会讨论到整个注册制的法律法规问题 我们知道整个注册制的昨天消息宣布以后 从昨天的盘面来看 其实金融个股应该相对来说还是表现比较活跃 特别是以券商、银行保险等等 说明了整个注册制其实对一些金融个股来看 还是有利好 特别是对券商投行业务来看 其实有一个大块比较大的收入 另外对很多的金融股来看股息率比较高 所以从最近一段时间来看 显资争持金融股的比例也是在逐步提升 所以给投资者也是提了一个方向 未来注册制以后 哪些个股是有比较好的市场机会 另外我们看到其实稀缺资源个股来看 其实随着整个注册制股票的供给量不断增加以后 会稀释一些稀释的一些稀有资源的股票 互生两市里面接近有三十二加 随着股票的增加量 其实一个字估值也是会有所降低 我们市场 二级市场的估值接近一百多倍 从现在的新股IPO来看 定价在二十四倍以下 所以这个落差是非常大 所以整个市场也是希望有一个平稳的过渡 所以从注册制来看 主要还是通过试探试措 逐渐展开的过程 当中有个缓冲期 从市场这些接受来反应来看 昨天应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 随着政策的法律法规的健全 随着整个推示制度的推出 以及投资者保护制度的建立等等 相信注册制推出以后 对市场来看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正面的作用 对市场来看